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网传的出轨仪式赵元彤更是坚决否认 但是网友在赵元彤社交平台的浏览记录上 发现赵元彤与一位穿着性感的辣妹亲密合影 但是点进去去显示内容已被删除 账号也已经紧急关闭 两人一起微笑看镜头头还互相向对方倾斜 不仅如此赵元彤还在某活动上 和一位打扮性感魅惑的猫女郎合影 这对于一个有夫之夫来说似乎不太合适 和异性之间并没有保持一定的距离 甚至还有网友猜测 之所以只有赵元彤回应 但是梁静如没有回应 肯定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出现了问题 很有可能真的是赵元彤出轨了 但是可能梁静如一心一意在忙离婚的事情 所以一直都没有做出回应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这个传言也很有可能是无中生有 所以梁静如认为只需要丈夫赵元彤出来 回应一下就行了 自己并不需要回应 梁静如和她的丈夫赵元彤有十多年的感情了 在2007年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认识了 在上海的一场演唱会上 庆功宴上面 梁静如和赵元彤相识 在这之后没多久 两人就开始交往了 赵元彤在梁静如马来西亚的演唱会上 面向梁静如求婚 当时求婚的场面非常浪漫 梁静如也感天 动地地哭着答应了赵元彤的求婚 两人连办三场婚礼 花费了500万新海币 惊煞旁人 婚后的梁静如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夫妻两个人的生活 非常的和睦幸福 遥想2018年3月震当 张绍涵与范伟奇 长达8年的恩怨大战 掀起新一轮高超时 范伟奇被挖出黑料无数 人人喊打 彼时圈内好友恨不得距离他 与千里之外 唯独梁静如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与范伟奇的合影 更感天动地的是当网友好心劝奉梁静如离范伟奇远一点 并小心嘱咐他 范范人品有问题时 梁静如不惜拉黑自家歌迷 并斩钉截铁地重新发文表示 一起过的生活只有你和你的好友互相了解 也不需要别人理解 随后为立正范伟奇人品 梁静如不惜 微博取官张绍涵 然而梁静如力捧的范伟奇 似乎在他自家后院放了一把火 8月15日 媒体突然爆出梁静如离婚的消息 并有消息称 离婚原因出在梁静如老公的身上 随后梁静如老公亲自出面否认传闻 称只是一场正常的夫妻争吵 同时梁静如经纪公司高层也果断回应 没有离婚 梁静如对此并未作出回应 他三见几口 态度很明显 不希望自己的婚姻被放在聚光灯下讨论 本来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了 没想到范伟奇经纪人出面表示 范范两年前就已知情 并指出梁静如 与老公当时就已讨论离婚的事 但并不清楚后续签字与否 梁静如离婚一事本来就已经要解除警报了 网友又要开始重新猜测梁静如的婚变问题 只能说大概是梁静如的宠爱 给了范伟奇如此放肆的勇气吧 从哈佛学子到人间白莲 范伟奇是一步步败光了她的路人好感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孙一泰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孙一泰每天都会更新 精彩 以乐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